1944年美军开始向被日军占据的马绍尔群岛进发 马绍尔群岛位于夏威夷群岛西南 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以东 是日军中太平洋外围防御圈的主要岛屿 美军为了突破日军防御 决定攻占日军其中几个重要的岛屿 消灭日军主力部队 这是美军第一次使用跳岛战术 减少伤亡的第一场战役 也是伤亡最为悬殊一场战役 战前形势 防守马绍尔群岛的日军 为海军第四舰队所属的第六基地勤务保障队 第22、第24航空战队等 共有飞机100架 陆军第一海上机动旅旅长西田降识少将 南洋第一、第二、第三支队 共1.3万人 列潜艇约10艘 战争初期的日本陆军 极度缺乏两栖作战的专门训练和装备 海军特别陆战队又实力相当有限 于是 日本陆军在1943年11月16日 美国发动吉尔伯特群岛之战的 4天前下令编程4个海上机动旅团 分别配属给西南太平洋、中太平洋、日本本土、北太平洋 美国发动4个方向担任战略预备队 1944年1月4日 日本大本营认定美军即将进攻马绍尔群岛 因此由满洲第三独立守备队改编的海上机动第一旅团 被紧急运送到马绍尔群岛 尽管不少部队被送到其余岛屿 旅团3942人中的主力2586人留在了埃尼维托克环礁 美军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 同日军展开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 揭开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反攻的序幕 到了1943年秋 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发动了更大的反攻战斗 当时横登在美军面前的是日军的第一道防线 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该防线被日本称为奇迹其关键的外层防御圈 美军若想最终打垮日军 获得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 必须突破这道防线 1943年11月 美军以庞大的兵力 不惜血本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 在中太平洋下一步攻击的矛头 就毫无疑问地指向了马绍尔群岛了 早在1943年10月12日 尼米兹将军就亲自制定的马绍尔群岛战役计划 由代号为碎发枪行动和法警行动 两大阶段组成 其中碎发枪行动主要攻击目标是夸甲领导 如果碎发枪行动进展迅速 随即进行法警行动 急攻占马绍尔全岛 美军参战部队主力为第四陆战师和陆军 第七师又一个团 共5.4万人 海军第五舰队 司令维斯普鲁恩斯中将的第58特混舰队 边有航空母舰12艘 战列舰8艘 巡洋舰6艘 驱逐舰36艘 以及舰载机700余架 美军从1943年12月初开始对马绍尔群岛的外围岛屿实施空袭 一方面压制日军 另一方面制造假象 经过几次空袭 马绍尔群岛的暗房设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1944年1月29日 美军出动224架舰载机 对马绍尔群岛日军主要航空基地罗伊岛机场进行了一次空袭 昔日微风凛凛的100架日军飞机 顷刻间被炸的708落 成了一堆堆燃烧的火焰 战役过程 2月1日登陆作战如期展开 美军舰载机火炮军舰在7点10分开始全速射击 而且不同于之前在塔拉网混乱的炮击 这次每艘军舰都被分配了一个具体区域进行精准打击 戴号伊万和雅各布的两座小岛位于罗伊纳摩西南侧 上面并无视军防御 因此被美军陆战四十二五团要营轻松夺取 这支部队有幸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攻战日本战前领土的部队 同时 二营三营夺取了罗伊纳摩东南侧的亚伯拉罕 阿尔伯特和艾伦三座岛屿 美军共伤亡16人 攻击得手之后 陆战队第十四炮兵团的四个营 三个装备75毫米榴弹炮 一个装备105毫米榴弹炮 先后上岛开始炮击罗伊纳摩岛 同时 第七步兵师111团 也对夸甲领导西北侧的赛希尔 卡特 卡洛斯和卡尔森四岛展开了进攻 这些行动基本都很顺利 随后迅速将第31 48 49 57炮兵营的105毫米榴弹炮 和第145炮兵营的155毫米榴弹炮 送到了四座岛上 当天第二七师106团二营 也占领了几乎无人防御的马侏罗环礁 骑蟹湖给美国海军提供了一处安全的避风港 总之 美军在地日当天成功占领了全部九座目标岛屿 炮兵迅速就位 并且开始向主要目标倾泻炮弹 同日 美国海军动用战列舰的主炮对两个主要目标展开了长达一整天的轰击 田纳西 科罗拉多 马里兰号战列舰 五艘巡洋舰 四艘驱逐舰 负责罗伊纳摩等 爱达河 宾夕法尼亚 新墨西哥 密西西比号战列舰 三艘重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 负责夸甲林 在这一天的炮轰中 三座目标岛屿被炸的一片狼藉 纳摩岛上更是燃起了大火 负责北部炮火支援的理查德康诺利少将 因为数次命令手下的战列舰真正迫近的攻击 而被陆战队员们尊称为近战康诺利 11点52分和11点55分 美军陆战四师分别登陆罗伊岛和纳摩岛 陆战四师战前获得了240辆LVT-2两棲登陆车 和75辆安装了37毫米炮塔的LVT-A一两棲坦克 美军充分汲取了塔拉瓦的教训 配备了充足的LVT以避免陆战队员们射水上岸的情况 登陆的美军惊喜地发现 日军阵地早已被炮火摧毁殆尽 首岛日军根本无法再滩头组织任何有效抵抗 罗伊岛是日军机场的所在 因此整个岛一马平川无遮无眼 于是6辆M4美军坦克于13.38分 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一路推进到了岛东北角的奈特环阵地 在这里美军遭遇了日军的抵抗 但是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日军拿M4坦克毫无办法 缺乏步兵支援的美国坦克一时间也消灭不掉 躲在建筑物残骸中的日军 15点半 再次出发的美军坦克迅速抵达奈特环 日军困守奈特环附近的三座土木碉堡 一座混凝土碉堡和空管大楼 美军连续开火击穿了混凝土碉堡的金属大门 工兵同时将炸药包扔进碉堡中引爆 37毫米反坦克炮直射摧毁了三座土木碉堡 最终在18点02分消灭了有组织抵抗 2月2日在纳摩岛美军进展顺利 面对日军混凝土堡垒 美军M4坦克首先发射穿甲弹 然后再向打出来的凹槽连续发射高爆弹 直到砸出缺口 就这样美军一个个扫清了日军堡垒 到了14点18分 陆战四师肃清罗伊纳摩岛全岛的有组织抵抗 宣告战斗结束 在罗伊纳摩岛的战斗中 陆战四师共313人阵亡 502人受伤 日军3472人阵亡 51名日军和40名朝鲜劳工被俘 这样漂亮的交换比主要来自于 猛烈且准确的火力准备 罗伊岛上陆战二三团二营区域内的 400具日军尸体当中 250具明显死于炮击 可见美军炮火准备的巨大威力 美军在夸甲领导周围的岛礁 进行清除日军残步之后 在2月2号对日军发动了总攻 在得到日军的密码本后 破译了电文 得知日军主岛上的守军只有8000多人 战斗便毫无悬念 当天美军的登陆行动 可以说一切顺利 1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成功上的岛 日军仅仅做了轻微的抵抗 造成美军30多人伤亡而已 但随着美军进入岛屿中部地区时 遇到日军主力的顽强抵抗 到处都日军建立混泥土碉堡 日军的75毫米榴弹炮 在岛屿的北部地区开始开火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 日军残步被压缩在北部地区的山地中 当天美军的伤亡才100余人 其实美军进行几个月的海上封锁 日军在岛上部队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 大多数人得了严重瘧疾 有些人已经饿得发疯的出冲出战壕 求得一死 美军用了5天时间就彻底清除了 日军岛上中部的碉堡群 歼灭日军6000多人 但是日本人不甘心失败 当时日军岛上指挥官秋山门造少将 他将残步聚集了起来 准备在2月5夜组织一大规模的夜袭 岛上的战斗持续到第5天时 日军几乎没有任何有威胁的抵抗 美军在岛屿东部建立稳固的防线 准备对日军赋予完抗部队进行总攻 但在当晚日军率前对美军发动夜袭 激战一整夜日军还是冲不破美军的防线 到达清晨时美军发动总攻击一举拿下了日军死守的东部地区 但让美军感到疑惑的是 日军明知实力悬殊 但仍旧此战不投降 当美军冲进日军指挥部时 发现他们指挥官已经自杀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公布 夸甲林守军全员欲碎的战报时 我守备陆军部队英勇奋战 击退了敌人2月1日的登陆 但因人数太少 终究未能挡住敌人2日的强行登陆 后转为激烈的地面作战 最终全员欲碎 美军陆军第七师 以173人阵亡 793人受伤的代价消灭了4938名日军 俘虏206人 其中79人是日军 其余是朝鲜劳工 类似于罗伊纳摩党 夸甲林岛上50%至75%的日军 也死于炮击和轰炸 之后陆军第27师106团 对埃尼维托克环礁发起进攻 殲灭了日军海上机动第一旅团主力 日军残步还在马绍尔群岛其他岛礁中 继续抵抗着 为减少伤亡 美军对日军重点射防的米利 沃杰 马洛埃拉普和贾卢伊特环礁为而不攻 仅以海空军实施压制和封锁 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 战役影响 马绍尔群岛战役 可以说是美军在太平洋上打得最干净利落的一场战役 全剑了日军守军一万一千余人 包括日军秋山门造少将在内 美军以伤亡约2200人的代价 突破了日军在中太平洋外围的正面防御圈 建立了继续实施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 这次行动堪称完美 美军计划实现了突然性 提前控制周边岛屿 保障了火力支援持续性 连续且准确的海军火力 给日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以至于日军完全未能组织起滩头防御 美军各类特殊火力支援装备层层掩护登陆部队 充足的LBT 避免了还交的阻碍 登陆后的陆战队和陆军部队都表现出色 以各兵种紧密配合消灭了残存的日军 由此可见 碎发枪行动汲取了吉尔伯特群岛之战 尤其是塔拉瓦攻坚战的几乎全部经验 美军能在短短两个月内总结经验 修改计划付诸实行的效率实在值得称赞